嗨,大家好,我是Joe,欢迎回来 今天呢,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这期视频呢,我打算做一个这个时尚飞行的水滴轮开箱 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呢,把它送给一位幸运观众 这个呢,是我黑舞的时候就入手的一个水滴轮 在那个开箱的时候,黑舞的钓具开箱的时候就说过 是用它来送钓友的 现在呢,我正式的给大家开起来看一下 很常规的一个包装,一个海绵垫,然后水滴轮 然后呢,就是一个自保卡 还有里面有一个配件的图子 这些呢,我会因为分不动的放在盒子里面送给你 然后呢,现在来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轮子 这个水滴轮呢,给人的准备 第一感觉就是它非常的高调 采用的是一个亮橙色的涂装 然后搭配的,右边的这一侧呢,搭配的这些硬件是压光黑的 手柄和这个 谢力五星是采用的金属材质的 那这个水滴轮的机身上面,随住可见的一些13Fishing的logo 这个是一个比较半的地方,你可以看到EVA卧腕上面 还有这个出现的踏板开关都有13Fishing的logo 那13Fishing的它的logo是一条鱼,然后鱼腹里面有一个数字13 这个水滴轮呢,我买的是661数笔的,那考虑到大家是在暗调 然后那个平时可能带的装备不是很多 所以呢,选了一个中速的来可能会更泛用一点 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水滴轮的参数 呃,它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这个水滴轮它采用的是一个全新的技术 那是没有任何的轴层 嗯,我刚才稍微的转了一下这个 稍微的转了一下这个手柄,发现没有任何的齿感 那这个海顺滑度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呢,这个水滴轮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是淡海水坚固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海边钓鱼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水滴轮来做钓 它是有做过特殊的这个防修处理的 然后,嗯,有一个比较棒的地方 就是这个水滴轮它的泄力 搭载的泄力呢,是非常大 如果大家在海边做钓,可能会遇到巨物的话 或者是需要重障碍拔鱼的时候呢 这个水滴轮它有搭配22版的泄力系统 所以呢,大家在针对那些大鱼或者是障碍的时候 很容易就更容易的把鱼控制住 那,呃,像这个泄力五星和,嗯,手柄 刚才说过它是金属的 但是呢,它是有做了一些镂空的处理 所以整个轮子它的重量,呃,还是比较可以的吧 不算太重,大概我看一下 这个轮子的自重是6.4暗时 那对于一个中小型的水滴轮来说 这个中量还是能够接受的 那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这个水滴轮呢,在你调节,啊,泄力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线微音 那像这样 这个呢,是我感觉每个水滴轮都要必备的 嗯,在我们,呃,要做出更精细的调整的时候 这个泄力音,我感觉能够 帮我把这个,呃,线杯调控的更,呃,更精细一点 这个水滴轮的刹车系统是,呃,离心力的,嗯,那我这里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要如何调节这个离砂 你可以看到在水滴轮的右侧方的这里有一个,啊,开关 那你把这个开关往下压以后呢 这个欧式的侧盖就会弹出来 那我现在呢,把线杯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啊,这个线杯轴呢,做的还是比较小的啊 啊,上线我看一下啊 呃,这里没有介绍说能够上多少的线啊 这个有点奇怪,不过 我想说100,100多码的这个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线杯,呃,这个地方它是给你转了一个孔 这里呢,能够在,啊,我们上线的时候把线绑在这个孔里面 这个水滴轮呢,它搭配的是一个六档的离砂系统 那这个,呃,离砂要怎么调节呢 你可以看到,线杯上面是有一个转盘 然后,啊,这里呢,是有0到6,啊,六个,七个数字 然后呢,你要调节这个,这个,离砂的时候 然后,只要两只手指按在这个转盘上面 然后,开始,啊,左右旋转 如果是新手刚接触水滴轮的话 可以建议你用这个五档的刹车力开始练习 然后,直到你熟练的使用这个水滴轮以后呢 可以慢慢的把这个刹车力度调得更小 那就是很简单的调节方式 是这样,像这样 OK,介绍完这个水滴轮呢 我们现在开始的抽奖 在上一期大于紧急的那期视频的前端 我就和大家说过,希望你能够把视频看完 那在视频的最后端呢 我是有给大家说要如何参加这次的抽奖的活动 然后呢,也是跟大家说过的这个活动的奖品 就是这个水滴轮 所以呢,现在我们来开始抽奖 现在呢,先把那些不符合要求的留言上一下 在这个视频的后方,我说过留言后面 要加数字,才有资格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呢,我现在先把这些没有数字的留言给上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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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应该没有错了,就是这些 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 那一共是有28个留言 然后呢,现在随机的抽取一个 Good luck OK,那就是这位钓友 然后呢,你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然后我会尽快的把这个发出去给你 谢谢 然后呢,也谢谢每个参加这次活动的朋友 以后呢,会不定期的做这种活动 然后希望大家也多支持